5月11号星期四 欢迎你收看由FX168财经集团为你呈现的 美日财经大小事 我是芷盈 那美国监管机构和中国进行十多年的谈判 终于在2020年首次获得中国审计师的记录 那这种准入也让大约200家中国上市公司 免于被美国证交所踢出市场 不过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OOB 周三重磅消息来袭 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Big Four 其中两家B马威和胡华永道 在中国的审计当中发现存在不可接受的缺陷 那尽管当局并没有透露 是选择哪一些公司的审计进行检查 不过路透社此前曾经报道 阿里巴巴和百姓中国都位列名单当中 PCOOB主席Erika Williams指出 由中国公司审计的美国上市公司当中 B马威和普华永道的市场份额就高达40% 严重的是这些审计缺陷 已经大到超出审计师能核实公司财务报表的准确度 甚至引发投资者质疑那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所公开财务报表的准确性 不过也有一些投资者认为 这样的调查更可能协助改善中国公司的会计核算 而目前普华永道和毕马威已经发出声明 正与当局合作以解决相关问题 PCOOB也将给审计师一年的时间 来纠正质量控制方面的缺陷 并在适当的时候转借给当局的执法团队 另一方面PCOOB官员已经展开2023年检查的实地工作 预计今年将会检查代表该地区99%工作的审计师 当局最后还提到 未来将继续要求百分百访问权限来进行相关工作 如果中国方面开始限制检查和调查的卷入 将以去年通过的一项法律 在规定的两年时间选择接受美国交易所的规定 或者被驱逐出境 那一项是中美审计风波 另一边又传来中国安全部门突袭咨询界龙头凯胜荣因的消息 那中国官方媒体指出 官员突击搜查凯胜在中国的几个办事处 包括上海、北京、苏州和深圳 并且解释该公司并没有认真执行 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义务 而消息人士透露 中金公司旗下的中金资本 已经停止开胜荣因的服务 禁令即刻生效之外 也将审查过往的交易记录 美国商会对此表明 这一系列的举措将会造成在中国的外资风险提高 中国立法机关4月通过一项修订后的反间谍法 扩大了间谍行为的定义 包括分享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 而这次的调查 在嫌弱中国对咨询行业正展开更广泛的打击 警方告诉官方媒体 凯胜经常联系中国的涉密人员 以及国防和科学等敏感领域的官员 当时指责凯胜以高额报酬雇佣咨询专家 非法获取中国各类敏感数据 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风险隐患 而凯胜随后表示 将会坚决遵守中国的国家安全规则 并且率先确保咨询行约合规 在周二发布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当中 中金资本的研究部门表示 即刻禁止所有团队使用凯胜的服务 也将审查过往与凯胜的交易记录 香港一家亚洲基金的消息人士表示 知习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以后 该基金已经停止与凯胜的所有交易 并告诉曾经使用凯胜服务的员工 检查他们的记录 并且尽可能清理干净 今年3月 专门从事企业调查的美国公司 美斯明治集团表示 中国当局突击搜查了他们的办公室 拘捕了5名中国员工 也关闭了该分公司 4月 美国咨询公司贝恩表示 安全官员前往他们的办公室 对员工进行了询问 目前还不清楚 对凯胜的突击检查是什么时候开始 也无法确认除了美斯明治和贝恩资本以外 是否还有其他公司将成为下一个目标 其余咨询公司的消息人士表示 显然这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 而接下来他们也将开始审查业务的运营 以确保符合中国政府的最新信息 美国商会警告 在中国做生意的风险正在提升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认为 这样的突查是一种适得其反的策略 因为中国通过限制敏感信息 获得的任何好处 跟中国在外国企业当中付出的生育代价 比起来都是相当不值得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想要获得更详细的资讯 大家可以下载FX68财经APP 阅读更多深入解析文章 当然今天视频内容所参考的文章 链接也会并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按赞 订阅并且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东西市场先机 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